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一直都没有用 而小区里的临时市场就是生意兴隆 究竟是什么情况 稍后来看记者的调查 清明假期盘点 三天假期共有55万人次纪扫 整体秩序良好 另外还有132万多的游客来厦门旅游 我是青壮年体检报告分析 18到45岁的人群脂肪肝减出率最高 而检查不合格率排名中代谢类疾病靠前 还有我是法院展开了春季猎狐行动 打击老赖不简历 好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新闻节目 最近住在海仓新港花园小区的居民 向我们反映说 去年在这个小区中庭的位置 新建了一个农贸市场 虽然建成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迟迟都没有投入使用 而在新市场的外面 一个自发形成的临时市场 倒是生意好的不得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记者的调查 在海仓新港花园小区 记者看到 这个新建的农贸市场 就在小区中庭位置 白色的棚顶 红色的围墙 里面设置了15排摊位 市场里的地面上 摊位上都落满了尘土 两个大门也都被焊死了 记者观察发现 就在新建农贸市场外 几米远的道路上 站到摊贩们的帐篷 却是一个挨着一个 将小区道路和中庭的空地 占得满满的 不仅有卖蔬菜 猪肉 海鲜的 还有卖衣服 调味料的 小区居民们说 从2013年起 这个临时市场就形成了 我去年几月份 好像11月份吧 这个原来是别人摆的 早上几点过来 六点 摆到几点 摆到11点 生意怎么样 生意可以的 一般的 很可以 你是从哪一天开始过来摆 已经来排三四年了 摊贩们说 每天早上七八点 温厕社区老人协会的人员 会来收取摊位费 根据摊位的大小 收费也不同 有的五元 有的十元 小区居民们说 虽然这个临时市场 方便了大家 但是长期占用 小区公共资源来摆摊设点 不仅破坏了小区的环境秩序 也影响到了大家的生活 像小孩子 像上学和放学这段期间 不要拥挤 这边车平时也挺多的 挺塞的 既然临时市场不可取 那么新建的农贸市场 为何迟迟不投用呢 对此我们的记者 也进行了调查采访 2017年那个时候 年底那个时候弄好的 然后就没有投入使用 怎么没有烂败的兴趣 不清楚 这也不清楚 采访中温厕老人协会会长 温国策表示 他们不但不清楚 菜市场为何迟迟不投用 而且从使用角度来看 新建的农贸市场 在设计上也存在着不少缺陷 位置不够用 再一个 你现在那个 新的这个农贸市场 不太切合时机 为什么呢 它那个菜市场 就是下雨 里面摊贩费要淋雨 晴天要在那边晒太阳 一个是太高 是不是 它盖的比较高 一个呢 又太窄 所以我觉得太阳 人家10点钟 里面都是在 设计上存在一些问题 随后 几经周折记者通过 承建单位终于了解到 在2017年11月 这个项目就已经竣工 并且通过了验收 问题在于 这个农贸市场的 经营管理主体是谁 一直没有落实 因此市场的投用 才会一拖再拖 记者了解到 经过多方沟通协商 目前海舱区 海舱街道已经初步同意 作为管理主体来接收 新港花园菜市场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个农贸市场距离真正投入使用 大概还需要20多天的时间 在这期间 关于这个农贸市场的运营模式和管理细则 摊位分配等问题都需要一一落实 而项目设计上存在的缺陷 也将在随后做进一步的改造 本台记者报道 清明假期是纪委监委启动 一加X专项督查 联合市民政局 市职机关机工委 是机关事务管理局等相关部门 对我是多个单位截日期间的 公车管理情况开展了督查 6号下午 检查人员对部分区政府 及下属单位的公车使用管理情况 开展检查 根据报备记录 海舱区政府共有51辆公车 据公务车辆使用管理的要求 节假日期间 这51辆公务车辆都必须封存停放 行驶证和车钥匙 也要指定专人集中管理 但检查人员却发现 51辆公车中有9辆车的行驶证 没有按要求做到集中管理 这不没有行驶证 这个没有 它只有加油卡跟钥匙 随后检查人员又来到停车场 发现除了一辆公车 送去修理厂维修之外 其他50辆公车 已按要求入库封存停放 在海头集团 检查人员根据定点停放情况报备表 逐一核查公车入库停放的情况 经查 海头集团共有14辆公车 其中10辆是封存公车 4辆是保留公车 检查发现 所有公车均入库停放 管理也比较规范 清明期间 检查人员还对祥安区政府 团结大厦 华侨博物院 集美校委会 集美敖园等单位的公车使用管理情况 进行了检查 虽然总体情况良好 但个别单位在管理上仍存在不足 检查人员都已当场指出 要求迅速整改 本台记者报道 清明三天假期结束了 今天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 假期里前往各墓园 林园 季扫的人流量达到了55万人次 与去年同期相比明显回落 季扫秩序整体良好 而假期里 我是在旅游交通方面也都迎来了大客流 统计数据显示 清明记扫高峰出现在4月5号 卧市9个主要记扫点 人流量达到了30.8万人次 三天假期里 卧市共有55.4万人次 前往牧园林园记扫 比去年同期明显下降 主要原因是不少市民选择了错峰记扫 整个分流效果比较好 其实在清明前20天左右的话 我们的各个主要记扫点的话 就出现了大量的人流在进行记扫 这也是我们清明期间的话 整个人流量相对来讲 比往年统计的情况来讲 比较减少了 殡葬管理处方面表示 总体来看 人们文明记扫的意识在逐渐提高 预测集中记扫活动 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周末结束 下一个节目 也是一个我们主要集中的一个点 但是相对来讲 人数会减少很多了 因为我们从牧原现有的寄存数量来看 寄少数量 基本上还能达到90%的 同时 我是各景区也迎来了大批游客 根据旅游网站的排行榜统计 今年清明假期 厦门位居国内长线游目的地的第二位 是国内游客出游的首选地之一 统计数据显示 假期里 我是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132.05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12.52亿元 重点监测的四个景区 共接待游客 19.21万人次 门票收入 296.18万元 其中 鼓浪与景区 共接待游客 14.6万人次 狐狸山炮台 接待游客 1.64万人次 厦门美丽的滨海风光 也给不少游客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觉得这空气挺好 人特别热情 挺小清新的感觉 环境也很好 很喜欢 人民也很热情 此外 登山踏青游也备受青睐 不少市民在祭祖扫墓后 都会选择去踏青赏花 形成祭扫加出游的旅游方式 据统计假期里 北辰山景区 接待游客 0.41万人次 同比增长24.98% 园林植物园 接待游客 6.37万人次 同比增长28.9亿 此外 像祥安香山风景区 海仓大平山郊野公园 天竹山等景区 也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前往 交通方面 清明假期三天 厦门高速交警辖区 10个收费站 总车流量达到了 65.8万辆次 厦门站和 厦门北站 共发送旅客 仅44万人次 其中 最高峰出现在4月5号 发送旅客 达14.5万人次 本台记者报道 在厦门旅游热的背后 也存在着一些 不规范经营的行为 给厦门的城市文明抹了黑 前段时间 我们栏目就报道了 环岛路上 个别帆船 游艇旅游项目售票点 存在虚假宣传 还有超范围经营的事情 针对这些乱象 相关部门 又将采取哪些措施 来治理呢 一起来看一下 统计数据显示 2017年 我是帆船经营公司 共58家 拥有帆船数量 共252艘 经营性帆船数量 共227艘 但备案的帆船 仅有几十艘 不仅如此 由于我是现有 帆船经营户 规模普遍较小 自身没有能力 去建立规范的销售渠道 因此招揽客员 要靠分销商 也就是一些售票点 而这些售票点 两有不齐 为了能招揽客人 经常会夸大其词 虚假宣传 造成游客在游玩时 落差较大 相关的投诉 也就随之增加了 他们把大部分的收入 留在自己 给这个成育人的部分 偏少 使得我们成育人 他没办法得到发展 因为他赚取的利润 比较少 那这又会引起 他们变相地 去降低服务质量 带来一些投诉 甚至可能会影响安全出行 为了规范翻船游艇旅游项目 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 目前厦门路桥游艇旅游集团 正在建设游艇产业综合服务平台 通过平台可以实现 游艇翻船体验统一售票 这样一来 不仅方便了游客 价格也能做到公开透明 一旦消费者对游艇翻船游不满意 还可以在平台上投诉 体育部门和我们旅游部门来牵头 来制定一个统一的 能够统一收票统一管理 那这样的话 就是把它这个无序变有序 规范起来 让消费者直接跟服务商建立联系 而就不必要通过中间商来提供 平台可以充分应用大数据的技术 使你能够掌握你所承受的船只 和客人之间的一个服务关系 为客人对服务商进行评价 也为企业对员工进行评价 包括为政府解决客树问题 提供一些证据 通过平台的推广 也能够为这些成员人 带来更多的客源 除了建设游艇产业综合服务平台外 上个月 我是新修订厦门市海上交通安全条例 也正式出台 条例规定使用休闲船舶 从事经营活动的 需根据规定进行相应的商市登记 行政审批或备案 记者从厦门陆桥游艇旅游集团了解到 目前五元湾游艇港 以备案翻船共计55艘 现在已经停止未备案的经营性翻船 出航拍班 领域部门主要是查我们这个点 有没有他还在超方面经营 体育部门 他就要对他进行一些 加强的一些规范指导 你这个是翻船的这个点 是不是还有一些 没有经过不样登记的翻船在营运 记者玉伯飞 王汉阳报道 这些年啊 大家对身体健康越来越关注 很多人呢 都会定期到医院做全身体检 近日呢 中山医院厦门中院 就对18到45岁人群的体检报告 进行了一个分析 那么我是青壮年人群 都存在哪些潜在的健康问题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记者从中山医院健康医学部了解到 在对2017年近13万体检人群的体检报告 进行分析后 得出的结果显示 在18至45岁的青壮年体检人群中 不合格率排名前三的项目分别是 脂肪肝 低密度脂蛋白增高 和高尿酸血症 在男女性别比方面 男性这三类体检项目不合格减出率 明显高于女性 从年龄分布来看 这三类体检项目的不合格率 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升高 其中 脂肪肝这一项所涉及到的人数最广 占到了18至45岁体检人群的13.61% 男性检出率高出女性近4倍 这部分被检人群中 绝大多数都属于轻度脂肪肝 而肥胖人群中度脂肪肝的检出率 则相对更高 脂肪肝它其实就是说脂肪代谢的异常 一定要限制脂肪的摄入 然后同时要加强一个蛋白摄入 维生素摄入 然后促进肝细胞它的正常的运作 生活习惯的改变 还有适当的锻炼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如果说没有控制好 它会比如说发展成为肝纤维化 肝硬化 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 另外记者从厦门中医院体检中心也了解到 根据医院提供的去年一年里 近5万名被检人群的报告分析数据显示 同样低密度脂蛋白增高 肝油三肢增高 以及脂肪肝 高尿酸血症的检出率 排名都非常靠前 尿酸升高一般是多花于30到50岁的人群 那男性的话病率会比女性高一点 飘龄的代谢紊乱主要是一个 它是摄入的增加 或者说排出的减少 就会引起它的紊乱 整个代谢的紊乱 医生表示 当前我是青壮年人群 还需要特别关注血管类病变 18到45岁的人 低密度脂蛋白这么高 这个年轻人的血管病变也开始出现了 因为这个高会容易造成血管的硬化 据了解 低密度脂蛋白是一种 运在胆固醇进入外周组织细胞的脂蛋白颗粒 当低密度脂蛋白过量时 它携带的胆固醇便积存在动脉壁上 久了容易引起动脉硬化 随着年龄的增长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也会增加 因此低密度脂蛋白被称为坏的胆固醇 从提前报告分析结果来看 不合格率排名最靠前的这几类疾病 都属于代谢性疾病 与人们日常饮食习惯有着直接关系 想要减少患病风险最重要的就是保证膳食中所含的营养素种类齐全 数量充足 比例适当 日常膳食不宜吃得太精 更不应该在节日中暴饮暴食 真正做到粗细搭配 有婚有素 健康才会更有保障 记者 萧欣 通讯员张树珊 李奇斌报道 下一节还将看到一名13岁女孩失联三天 民警热心市民合力召回 一条好消息要告诉正在学车或者想要学车的市民 记者从事交警部门了解到 从4月16号起 这个驾考学员可以直接在网上预约科目二 科目三的考试场次和线路了 从而真正实现了我的驾考预约 我做主 过去驾考学员通过网上预约只能提前预约考试日期 然后由车管所分配考试场次和线路 并在约定日期前一天通知学员具体的考试场次及线路安排 而实现网上直接预约考试场次及线路后 各驾校学员在预约时可以自主选择相应的考试场次线路 并根据预约信息按规定时间到考场签到 又多了一个你哪一天的哪个时段 哪个线路 哪种车型 把这些都推在互联网上 还有一个人数 我们这个放的计划是提前15天 所有的预约的学员就可以看到你的信息 看到我们发布的信息 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在互联网上选择哪一天哪个时段 目前交警支队后期考场科目二科目三考试 每天均安排两场 第一场签到时间为8点至11点 第二场签到时间为13点至15点 科目二每日假考预约名额为500名 科目三每日假考预约名额为650名 这与之前一样 民警表示新举措推行后可能出现学员集中预约某一车型的现象 造成结构性积压 比如说我们车型 这样这个东南车比较少 那可能这个约的人会多 它就造成了另外一种积压 就是让提醒广大学员嘛 就是还是要多练车 多练各种车型 这样你的选择的余地会大一点 这样考试的也会更快 记者咸云 吴国豪报道 4月4号晚上一名13岁的女孩在海仓东府玩耍以后突然失踪 失踪时间超过了三天 这可急坏了女孩的家长 接到报警后 海仓警方立即展开调查寻找 在民警和热心市民的努力下 昨天晚上9点多 这名女孩终于被安全找到 4月5号晚上9点多 海仓东府派出所接到一起警情 报警人说 4月4号晚上自己的女儿陈某如 在海仓身边社区篮球场附近玩耍后 至今还没回家 手机也一直打不通 这个小女孩她才刚来厦门不久 父母也很着急 因为怕她人生地不熟 会被陌生人给带走或什么之类的 接到报警后 民警立即展开搜索 一方面调取女子失踪地点周边监控视频 另一方面向110接警平台报被失踪人口 4月6号国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 发布了陈某如失踪的信息 不少网友都关注到了这条信息 距离女孩失踪的第三天 也就是4月7号晚上 办案民警接到一位市民打来的电话说 在海仓西安村路边发现了一名外貌特征 跟失踪儿童相似的女孩 经民警到场查看确认 这名女孩就是失联三天的陈某如 随后民警将她带回派出所并通知了家人 而民警和家人问及女孩出走原因时 女孩却沉默不语 这个原因其实小女孩不愿意多讲 但是我们通过她父母这边了解到 其实可能是跟家里人家父母闹情绪之后 就出去跟朋友一起玩 没有跟家里人联系 警方提醒各位家长 要加强与未成年子女建立健康有效的沟通 避免孩子采取偏激的处理方式 以防类似险情再次发生 记者何鸿林 杨人杰报道 夜主站着豪华的别墅 却一直不愿意交付法院拍卖 偿债 清明假期是中级法院组织干警 强制腾空了这处别墅 位于环岛东路上的这栋四层高的别墅 里面配备了运动馆 水疗区等装修豪华 2013年5月 别墅的业主叶某 因为要流动资金周转 把别墅抵押给他人借款9000万元 但这笔借款到期后 叶某并没有如约偿还 结果被对方告上了法庭 最终 法院判决叶某这方败诉 去年8月 根据申请 是中级法院张贴公告 要求业主腾空别墅 并准备把他拍卖偿债 而此后 别墅内虽然没有住人 但业主也没有按要求把别墅腾出来 4月6号上午 是中级法院再次组织干警 准备实施强制腾房时 叶某的代理人表示 愿意腾房 并配合法院做好后期的拍卖工作 他们就向我们法院提出了申请 有他们自行的腾退 在法院规定30日之内 将整个房产里面 这个别墅里面的所有的生活用品 自行进行腾退 然后配合我们法院做好评估 跟拍卖工作 据介绍 根据省高级法院的统一部署 这个清明假期 我是两级法院开展了打击失信 被执行人的春季猎狐行动 在三天的行动中 共拘留被执行人34人 扣押兵力汽车一辆 腾退被执行人房产三处 记者孔祥彭 特约记者陈宝清报道 广告后我们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情况 好 我们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呢 今天评价空气质量的各项指标 除了PM2.5PM10 在两级 其余指标都达到了优积的标准 到了晚上7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63 空气质量为2 首要污染物呢是PM10 另外今天是周末 我们也来总结一下 本周各个区的一个空气质量排名情况 本周空气最好的是极美区 其次是海仓 斯明 祥安 同安 湖里 湖里空气质量排名口的主要原因呢 是二氧化氮PM10的浓度偏高了 2018年3月17号 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的现场呢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针对洋垃圾进口禁令问题介绍说 中国政府决定从今年开始调整优化进口名录 大幅压减固体废物进口的数量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我们来了解一下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强调 限制和禁止固体废物的进口 是中国政府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着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健康的重大举措 同时也是中国政府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责任 洋垃圾的正式名称叫进口固体废物 包括特定废塑料 特定废金属 以及符合要求的矿渣等等 发达国家的垃圾处理费用很高 每吨大概在400至1000美元 而运到中国价格只有10至40美元 因此这些国家迫切希望把洋垃圾 卖到发展中国家以转嫁自身的环境成本 另外 这些固体废弃物回收过程中 对环境污染过大 例如一吨废旧电脑和手机主板 可以提纯300至350克黄金 但是提纯过程中需要用到大量化学制剂 过去的20年 中国的固体废物增加了10倍 达到4500万吨 增长幅度很快 而且废物进口中间还夹带了很多 禁止固体废物和各种城市生活垃圾 威胁生态环境和人民的身体健康 因此面对洋垃圾 中国绝不会手下留情 再来了解一下明天下面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晴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大气扩散条件较好 运据明天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凉 首要污染物是PM10 好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新闻广场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